我们眼前看见的这个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贵舍勇 因为它自1974年出土以来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人工修复过一处的兵勇 因为当时所有的兵马俑在刚出土时就已经被风土压扁 唯独只有这一尊是完好无损的 也许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只有它是完好无损的呢 因为当时在兵马俑坑塌陷时 所有的直立兵勇都支撑了上方的重量 唯独只有这尊贵舍勇幸免于难 只是被黄土淹没 并没有受到任何重物的挤压和碰撞 才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并在成千上万的兵勇中被评为镇馆之宝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长相 宽额扩腮 高颧骨 低鼻梁 单凤眼 也许有很多人会好奇 为什么所有的兵马俑都是单眼皮的呢 难道就没有一个是双眼皮的吗 因为目前在兵马俑博物馆里 还没有发现一尊兵马俑是双眼皮的 但也不缺乏另一种可能 就是当年工匠们都给他们画上了双眼皮 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原因 才导致了双眼皮上的颜料 全部都脱落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兵马俑全部都是单眼皮的 通过这尊完整的跪摄俑 我们可以看出 古代工匠的惊人智慧 它主要表现在这尊兵勇的头发丝 手掌纹和布鞋底上的针眼 纹路清晰可见 就连密密麻麻的针眼 都被工匠们细致地刻画了出来 我们都知道 穿布鞋时 最容易受力的是前脚和后脚 所以 工匠在制作布鞋时 一般都会把鞋底的前脚掌部分 和后脚掌部分缝的密细 头发丝也是根根分明 就连头上扎的辫子都形象逼真 甚至连手掌上的掌纹都清晰可见 如爱情线 生命线 事业线 我们通通都能看到 另外 再来仔细地观察一下它的铠甲 上半身的甲片 是上片压下片 下半身的甲片 是下片压上片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因为这种设计 完全遵循了人体工程学 因为只有这样设计 士兵们才能灵活地挥动兵器 去斩杀敌人 所以 这种设计叫做人体工程学 这也完美体现了 秦朝的工匠精神 以及老祖宗那伟大的智慧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就是贵舍永背部留下的红色印记 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发现 这种紫色颜料 竟然和我们现代的科学家们 正在研究超导体时 发现的一种野生物人工合成颜料一模一样 叫做硅酸同辈 很难想象 在两千多年前 那个没有科技的时代 古人是如何提取出这种紫色颜料的呢 这至今也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